随着时间变化,由童花进入盛开花季 吉安湘公所从3月份开始展开6个场次的 同游吉安小旅行 带领超过百位民众骑上单车 在资深的导览员解说下 回首在地文史风情 民众骑上单车带上导览机 在资深导览员的引领之下 传说在吉安湘的大街小巷 沿途认识当地的人文地貌及风情 深度探索要让民众重新认识这块土地 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到这个地区 那这一次可以让我对这个特家的文化 更加深加广地认识 我觉得很不错啊 沿途的风景也都很漂亮 虽然天气有点不太美丽 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心情 随着世界变化 由童花进入了盛开花季 这次吉安湘公所从3月份开始 展开6个场次的同游吉安小旅行活动 吉安好好玩 日日有精彩 月月有创新 吉安的生态 吉安的故事 尽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今天带来了是一群踏寻吉安故事生命 开始的旅人 他们不畏风雨 不怕吉安的雨 因为我们来自于天然洁净的吉安山郡 以及所有生态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所以吉安好好玩 吉安的精彩 吉安的故事 欢迎大家来吉安巡礼 从吉安的网站 跟我们公所的一个铺层 欢迎大家一起来 小旅行一日游 以探索秘境为主 两条路线包含人文及历史意义 丰富的行程深入了解吉安风情 并安排DIY及特色餐食 带领超过百位民众 骑上单车 漫游吉安 记者石立琴 吉安相报导 大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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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